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个动作 许大叔还在挑选页 第三个动作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包上了 现在已经一分半钟了 每天是两分钟 我们还有倒数十五秒的时间 倒数十五秒 不够了 倒数十秒 十不够了 倒数八秒 倒数五四三二一 好好好 请我看看 刚才许大叔您算您包了几个动作 我包了四个 四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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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还一样 这儿一个 四个 这儿一个 确定是你包这么配啊 我 您就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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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公务包来 太近 太近 但是你不管是包了四个 还是包了三个 好像都是比你姐姐略逊了一程 是吧 是吧 不如人家包得好 姐姐 刚才您赢了 然后说一下活讲感言吧 我这赢了应该是应该的 人家是大厨 我是经常包种人 人家还赢 谦虚 首先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北京 大厨村记忆传证人 我叫徐淑敏 大厨您也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金鲁菜大厨 许诗泉 这个我想问问徐姐姐 一天咱们就是正常来说 大概要包出多少个动作 大概要包两千个左右 多多少个 两千个 一天包两千个动作 对 熟能生巧吧 因为经常包 然后它就快了 而且它也有一定的敲门 就比较熟练了 我们在今天呢 因为今天是端午佳节嘛 我相信很多电视间的朋友呢 也在家里正在包粽子 和跟家人分享包粽子 一会儿让我们请上 我们最专业的包粽子的徐老师 教教这个包粽子的方式方法 怎么又快又好 好不好 许大厨呢就是特别巧合 因为去年的端午的时候呢 许大厨就是跟我们一起过的 那今天这个跟去年那个菜 可能就比较大一样了 那不一样 因为一会儿我们放去年那节目 一放一样了 您就有点糊弄我们的意思嘛 不 今年我也带大家带了一道 特别时令的 适合端午节吃的一道菜 这端午节大口中 这都是吃粽子嘛 搭配它吃的 对 食酥炖黄鱼 首先这个由许姐姐呢 教给咱们包粽子 好 这个我给您准备了几个叶子 这是我们粽子叶 好 像这样的粽子叶合格吗 这样的粽子叶在我们那是不合格的 我这也是花钱买的 这怎么 那我呢 你看你这叶子 挑衍这竹叶子 我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不要一直均匀 我跟人家的老师面前 我有点 要卖东西 要卖东西 一是要均匀 二呢 绝对不能有这个裂痕 一有裂痕等于要配了 所以就是它这个效果不如您的 对 就不如我这个好 哦 明白了 说到粽子叶 接下来呢 池博士小课堂 就要为您上课了 看着都是绿油油的粽叶 配着白白的糯米 因为不同的地方因素呢 这粽子叶的取材也就不同 主要分为两种 芦苇叶呢北方居多 价格呢便宜 但是叶子呢比较窄 不太好包 容易漏米 南方则用弱竹叶比较多 清香叶子呢也比较宽 它不太容易漏米 对 那么今天呢 咱们选好了这个竹叶以后呢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道什么粽子 是咸味和甜味两种口味的 咸味的是川香肉粽 甜味的就是咱们北方最畅销的 也是最喜欢吃的粽子 就是咱们的小枣粽子 小枣粽子 这个川香肉粽我还真没听说过 里边食材有那个四川辣肠 加上咱们的糯米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料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光能吃到我们 大伙常吃的北方的甜粽子 今天也能吃到纯正的南方粽子 来 咱们首先第一步咱们要干什么呢 第一步咱们准备辣肠 切辣肠 对 这个辣肠咱们要选择什么样的 辣肠咱们选择那种 川味的 对 川味的四川辣肠 四川辣肠 你想咱湖南的辣肠不一样 湖南辣肠它没有麻 四川辣肠的有麻 所以说它包出了粽子来 它就要川味 就有点麻香 对 它这个就是麻辣的 等于是 您这还搁什么 还得搁米啊 咱们搁姜米 这姜米得泡 对 泡两个小时是最好的 这个姜米 它的软糯程度啊 还有那个米香味啊 我跟您啊真的跟您学 我一般泡四个小时 泡两个小时呢 咱们的糯米是最佳状态 一个它的软糯程度 还有一个呢 它泡的时间长了呢 它也容易碎这个米 我们这个两个小时呢 是经过多次实验得来的结果 那咱们就现在来开始拌米 来 倒酱油 来 搁点盐 来 搁点盐 这边有筷子 可以了 可以了 开始包吗 先拿两片叶子 首先这样 然后打一个漏斗 漏斗把这个 对 把这个尖要窝进去 这样就不容易漏米 好 然后你看 咱们就开始包粽子 这样 来 这是一个倒酱油 然后咱们怎么出关键这一步来了 然后这样 你看 这么一窝就可以了 这个粽子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肯定不漏米 对 这肯定不漏 而且肯定不会脱扣 肯定不会脱扣 好 那您再给我们操作一下 一会儿我们再仔细仔细看一看 然后咱们再操作一遍 看 就这样 然后把这个脸边往里一折 折完以后全这个尖 然后要窝过来 窝过来以后咱们就开始装米 这样 用右手把这叶子往这一窝就可以了 好 你看 折过来以后就这样 好 就一扣就可以了 嗯 然后这个左手的中指往上带这个叶子 嗯 这边是一个大拇指 你看 这样 然后再用右手 这么一关 对 哦 咱们接下来包两个 包几个那个甜粽 好 咱们开始包甜的 行 为了区分甜的跟咸的呢 咱们这个绳呢 我选用线绳 线绳绳是也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 这个包的方式呢 有什么 一般的都是把这个馅搁到中间 哦 搁中间 然后啊 你像咱们枣还好点 你要是比方说包豆沙的呢 假如说不放在中间 它就留了 哦 我点儿欲试了啊 给你好叶子 来 好 一把米 然后呢 我来 三个刀 再来一把米 对 嘿 对 这就开始了 这四个手是这个 嗯 然后大拇指往这一放 好极了 好极了 那个咱还有 有顺便焦吗 还有 你哥们儿焦了 哎 这个啊 你看手上这些都保上了 我看到还敢漏我看到 行了咱们这线 可以了可以了 好 朋友们 我这个受伤动啊 已经包扎好了 好 现在咱们就开始煮 好 煮粽子呢也有一点小窍门 咱们要是让粽子干净的 可以放少许的盐往里 就放这个一勺盐就可以了 对 放一勺盐 然后出来以后粽子就特别干净 特别干净 对 咱们那个锅 开锅以后 25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 随着呢 我们时间呢 已经过去了大约25分钟 我们呢 已经可以出锅了 看看我们粽子啊 还真 嘿 烫烫烫烫 这是你的啊 你来 你来这个 我这个不行 我这个别吃了 好了 你看咱们的粽子出锅了 好 那我们的美味的香甜的 有荤有素的粽子 就出锅了 现在咱们就可以尝一尝了 咱们都给我包好了 对 你看 这是咱们那个春香肉粽 这是肉粽 来 三颗盘里 另一个 这是咱们的北方传统粽子 小枣粽子 哎呀 太棒了 好了 太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是一个很幸福的时刻 能在端午节这样的 传统佳节里面 跟我们的亲人 一起分享一顿美味的粽子 真正的能做到回家吃饭 这一家里一定是很和谐 很圆满的 那咱们那这样就尝一尝 这几个粽子的味道 好 来来来来 主持人先来 我先来我先来 大厨先来 来来来来 真甜这个 这个不用蘸糖就这么甜 对呀 以前用的澡呢 大部分都是苍州的 苍州小澡 现在咱们用的这个澡呢 是新疆的澡 新疆的若腔小澡 因为它是热身长嘛 所以就甜 这样咱们就不用蘸糖了 咱们现在在尝的肉粽 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好不好 行 你先来 我先来 香 而且它有一点麻辣的感觉 它有辣肠嘛 它经过风干以后 它的肉 它有点风干的感觉 好好好 而且口感还不一样呢 特别有嚼劲 对对对对 泰特的原味鲜 美味背后背足用心 泰特的原味鲜 喊您回家吃饭 先准备姜米 粽叶 马莲 需要把姜米泡一下 泡两个小时 四川腊肠 再加一点盐 然后酱油 拌好了以后 拌匀 然后咱们就可以包了 然后拿两片粽叶 然后打一个抖 料搁好了以后 把那个粽叶折一下 把咱们的米盖上 咱们再用右手 把那个粽叶一折叠 鲜沙或者是马莲都可以 包好了以后 开锅呢开锅以后蒸25分钟就可以了 今天呢我们的达人的大厨 听说要做私房菜 你们家的这个私房菜 也有很多的明星朋友来你家吃 对对 所以他们吃东西应该很讲究 要好吃过瘾 一定不能吃趴 这是私家菜的一个重要标签 三个地方代表性的菜 我们已经融合了 也是我们家的一道私房菜 麻辣鲜香 对我先说吧 我先吃了 今天这两道私房菜 还真的是在别地吃 那咱们接下来呢我就想问问 这个许大厨今天打算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呢 今天我带这个 带来这道菜呢 非常适合咱们端午节这天 吃粽子这天的菜 这天不就是光吃粽子吗 还用别的吗 你光吃粽子 它这不好消化吃多了 对 那我给你带一道菜呢 助消化 是什么 食书炖黄鱼 这个黄鱼呢 也是这个季节里当时得令的食材 对对对 最比较肥美 肉感的比较好吃 问许大姐您爱吃黄鱼吗 爱吃 对老百姓都爱吃黄鱼 对 这个黄鱼呢 确实味道比较独特 而且呢它是蒜瓣肉 特别香 对 那咱们就开始做这条黄鱼 这个黄鱼首先咱怎么选 黄鱼首先来讲 看它的这个光泽 看它眼睛 不是塌陷的 而是乌黑的 弹性 还有鳞的完整性 这种黄鱼呢非常合适 大小咱们家里锅呢 也非常适合做这种 这么推大了也不好做 对对对 三刀 简单的三刀 就行了便于入味 这个还是可以打刀的 在咱们家里做都不打刀 因为你要太小了 太小了就不要打刀了 稍微加一点盐 稍微加一点味 一会儿炖的时候 那里头就有味儿了 稍微咱们加一点胡椒粉 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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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您剩一点就可以了 整个人去黄鱼腥 对 去鱼腥 稍微一大 这切了 咱们这个腌它一会儿 咱们叫石酥嘛 对 石酥得有石酥的东西 咱们加一些丝瓜 丝瓜 对 粗天微 非常丰富 所以跟咱们的粽子能搭上 这丝瓜呀 一般家里都是炒肉片炒鸡蛋 对 很少是跟黄鱼一块儿做 做汤 你看咱们又学一张 还有做黄鱼 对 我觉得还真是头有味道 咱们呢 切滚刀 切滚刀 切长一点滚刀 咱们这个丝瓜呢 一般呢 容易变色 我不知道您在家炒丝瓜 对 炒完以后容易黑 对 特别容易黑 咱们怎么样让它不黑呢 这样咱们加一个 加点水 加点盐 这样一泡 就不黑了是吧 凉水 凉水就行 倒倒倒 没过来它 没过它来 好 咱们加一些盐 请以前我们拿盐 这个泡上 现在咱们都准备好了 开始拿着锅煎着鱼 这可以了 来 咱们加一些 好 加一些这个油 五蜂毫米 三元好油 由每天回家的华日五蜂 暂中提供 加一些油以后呢 咱们为了让它这汤更浓 更新 更白呢 咱们再加一些动物油 哦 这就是猪油 猪油 这样呢 咱们从营养来讲呢 人要吃一些动物油 嗯 我打了两个鸡蛋 打了鸡蛋 大家您帮我打开 好 再加一些面粉呢 家里都有的 常有的一些东西 就是面粉脱蛋去煎它 哦 就是蘸一层这个面粉 面粉 然后呢蘸点蛋液 行了 那鸡蛋 煎它呢 最大限度保持它的水分 嗯 咱们挂的鸡蛋液呢 也是为了保更了它的一个完整性 哦 它就跟穿了层衣服一样 嗯 好 煎呢一定啊 让它火力要均匀 好 煎完以后出来什么效果 金黄色 不要出糊的感觉 你看 做出了啥 哦 金黄色就可以了 咱们加一些葱姜 哦 加调料了 豆浆葱姜 加一些葱姜 加一些开水 嗯 嗯 摸过来的鱼 让它们成熟得更好一些 好 再调味 嗯 稍微加一些料酒 好 少加一点胡椒粉 去香 加一些盐 再加一些鸡粉 加一些这种原味鲜 哦 原味鲜 对 哦 好 这好 嗯 这会儿你得上这烫 这非常好 特别香啊 嗯 这个时候把这墨子 一定要及时地给打出来 哦 今天为什么叫食酥炖黄油 有三种料 哦 这个季节 豌豆呢也是鲜豌豆 哦 吃豆的季节 哦 他们加一些鲜豌豆 嗯 等会儿呢 稍微放这个丝瓜 哎 丝瓜是最后放 最后放啊 嗯 平时呢对咱们炖的时候呢 也要这个时不时的 把这墨子要撇一撇 一定撇得记住了 要不然的话 这汤味道就不好了 好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 这一下丝瓜就要熟了 对 出锅以前还得加一些香油 哎 提提香 好 这个我们现在就能断了这个 黄尔鱼肯定熟了 没问题啊 你 这要不熟吃这个可不行啊 我跟你说 来吧 确实熟了 好 你来吧 你尝尝啊 一会儿你来大块 出锅儿 你觉得哪儿不熟 你从哪儿下手 哪儿不熟我可推荐 我跟你说 嗯 徐姐看着是不是很有实力 得要看着就想吃了 有点想吃了 对 哎 我们吃之前呢 到底要感受一下这个 炖出来的黄鱼 是不是很熟 炖出来的味道呢 跟丝瓜打在一起 到底口感上好不好 我要跟您说 太太乐原味鲜 美味背后背足用心 太太乐原味鲜 喊您回家吃饭 黄鱼呢 给它加工完以后呢 用盐 胡椒粉 料酒醃一下 再改刀咱们的丝瓜 改成滚刀块 用咸盐水泡一下 目的是不让它变色 做锅 加一些色拉油 再加一些猪油 腌好的黄鱼 面粉脱蛋 煎制 两面金黄色 完了以后 加上葱姜 完了加上开水 胡椒 咸盐 鸡粉 熟了以后呢 咱们关火 割一些香油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菜呢 就做好了 那么好 咱们接下来呢 就尝一尝这个味道啊 还得来点食粗吧 对 对 来点 行 行 嗯 特别鲜美 你还没吃鱼呢 一点吃不出这个 就跟 因为一般鱼汤啊 跟大家说 鱼汤特别容易发轻 对 而且它还是清汤的鱼汤 没有放酱油 所以咱 我很怕它这个汤会很轻 但是这个汤真的是特别的鲜 麦三 赶紧的先尝点汤 你瞧主持人一说 我是馋的都 嗯 这些篮子再赶紧尝这个 蒜瓣肉的 这个黄花鱼 哎呀 毛 生事 我们家大富豪 生事好大 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嘉宾 哪里了不起 你这不拿我不大回事 哈哈 你这眼睛那么大 能不能看不清楚东西呢 你能安静一会儿 我现在在做菜 男同子 红烧势头 味道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高群伴奏 你就是长笔演奏 行吗 嗯 太好了 啥就过去了一股香味 不再自己表扬自己的 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 你真正体现你的大力 今儿就跟他笑见了 别忘了 回家吃饭 回家 回家吃饭 哇 红烧鱼这个皮特别香 您知道了吗 这个皮上面包裹一层蛋液 对 这个皮特别嫩 里面一咬着 它还能有很多的这个汁水 哎呀 这才太鲜了 哎呀 今天没想到呢 端午节这天呢 吃这么一道这个美味的红烧鱼 我们再配上几个粽子吃 首先今年的端午节一定更加不平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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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